《太子长》 一定柔软的像甘甜的甘豆糕 你怎么三句都离不开吃啊 太子的嘴如果真像你形容的那样 我闭上眼睛想想都觉得浑身发麻呢 亏你想得出来 太子的嘴唇呢其实是薄厚适中的 他一笑的时候啊会露出雪白的牙齿 他的笑容像春天的一抹阳光一样 看得让人心里暖洋洋的 他的眼睛很亮很亮 他的鼻子俊俏而挺拔 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心地善良温柔体贴的男子 我来 郑君啊听你这么讲 你好像见过太子了 我当然见过啊 上次我去上林院扫地的时候 恰巧太子啊跟司马良帝来赏花 我从来没有见过像太子这么温柔体贴的男子 他注视司马良帝的眼神 仿佛这世上就只有司马良帝一个人 可惜啊 这么年轻就变莫了 听你这么说好像你是不是爱上太子了 怎么会呢 怎么可能见一次面就会爱上一个人 那我岂不是要爱上很多很多人了 诶 郑君啊 你还记得上次咱们见过的那个萧玉萧月师吗 我觉得他长得真的真的是很俊 尤其是他笑的时候 我的心都不会跳了 他跟太子相比怎么样 他怎么能跟太子的优雅高贵相提并论呢 可是我觉得萧玉真的是很英俊很英俊的一个男人啊 他微笑的时候连太阳都会显得暗淡目光 可是他不笑的时候 我觉得更有魅力 有一种让我窒息的魅力 容貌初衷有什么用啊 男人又不是花瓶 以盛装的美丽而存在着 男人啊 要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 有超凡脱俗的智慧和气魄 女人只有下给这样的男人啊 才会有荣耀的幸福 懂什么啊 自己说 冯月 如果要是让你嫁人的话 你是愿意嫁给萧月师呢 还是愿意嫁给太子呢 两个都嫁行不行啊 你找我有何事啊 奴婢是来为夫人解燃眉之急的 什么样的燃眉之急 我倒是想听听 如今太子痛丧爱妾 心意消沉 正需要一个善解人意的女子去抚慰 奴婢甘愿担当此重任 让太子重新振作 你还是真有自信啊 我就夸了你几句 你就真以为自己有本事能迷住太子吗 奴婢不敢 奴婢只想为夫人您分忧 你口口声声说要帮我 这个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孙子有云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如果奴婢可以成为太子妃 奴婢就会为夫人效犬马之劳 奴婢不仅可以成为夫人的眼睛和耳朵 为夫人您收集消息 还可以成为夫人的嘴巴 劝说太子听从您的心意 这样夫人就可以安枕无忧 你说奴婢是不是对您很有用处呢 你知道你都在说些什么吗 你的这些话要是传出去 不光是你 就连你一家子的脑袋都休想保住 请夫人恕奴婢无礼 可是在这个弱弱强食的地方 唯有依靠强者才能生存 以夫人的美貌和智慧 必将明白其中的厉害 求夫人您将奴婢送到太子的身上 让奴婢可以成为太子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 这样夫人在宫里的地位 就会更加稳固牢靠了 够了 你这些僭越犯上的话我不想听 退下 夫人 奴婢就去出自一废符 放 以后要好好地管好你的舌头 要不然随时都会招来杀身之祸 走 大的奴婢 你知道装的是谁吗 还不快叩头 这是公孙夫人 请夫人恕罪 免礼 一会儿带她来见我 是 对于这次选太子妃 你有多少把握 怎么不回答我 回夫人 奴婢自认为没有这样的福分 没有福分 是 奴婢曾经见过太子殿下和司马良帝 虽然只是短短的一篇 可是可以看得出来 太子殿下对司马良帝的情谊 现在 司马良帝虽然病没了 太子正是最悲伤的时候 奴婢自认为 没有能力可以抚慰太子殿下 更不能主动动摇他对爱情的忠诚 太子的爱情不仅关系到他个人的幸福 同时也关系到设计的命运 如果因为沉眠于对一个女人的思念 而至设计于不顾的话 这种忠诚是不可取的 那难道 连思念也不允许吗 那太子殿下岂不是太可怜了 身为太子 在享受与生俱来的权利的同时 也必须担负起与之相衬的责任 这就是他的人生 作为他的妻子 应该是和他相知相伴的知己 在他彷徨的时候给予他安慰 在他失落的时候给予他鼓励 帮助他成为一个英明果断的君主 你什么事啊 你闯到了本关的住处 这公公我 我是来给你送礼的 送礼 公公莫怪 公公 我是来给你送礼的 平常你这丫头呆头呆脑的 关键时刻还挺懂事啊 有什么事 让本关帮忙啊 公公 我想求你 看在我这半夜三更 送这么重的礼给你的份上 你能不能 推荐我入选太子妃啊 这事啊 说难不难 说易也不易 关键呢 是看你的诚意 不知道公公喜不喜欢 这就是你最爱吃的宝贝 对 你赶紧自己拿回去吃吧 我看你啊 这儿缺根筋 赶紧让你父母啊 给你补上 恐怕天下在宫里 你就活不下去了 公公 快快快 我 你的画 画得真漂亮 毛大人 这是我 所有的饼儿了 这些饼儿 都是我平日里 最爱吃最舍不得吃的 我今日 都把这些 孝敬给你 我想求你 能不能把我画得 倾国倾城 沉鱼落叶 碧月绣花呀 见你这么有诚意 那就这样吧 我尽力帮帮你 回去等信吧 真的 谢毛大人 那个叫毛燕寿的画师啊 满口答应 他说 我这一次入选 肯定是拿酒吻 那你都送了他什么呀 我送了他 我最爱吃的饼儿啊 现在想起来 还真有些心疼 不过为了我这一生的幸福 我想 我想付出 也是值得的 是吧 总之啊 你也别指望他能帮你办成什么事 我觉得他大概是糊弄你的吧 那不可能 他要是敢糊弄我 我跟他拼了我 你送他什么呀 我才不干那么不光彩的事呢 您要赢得体面 小军啊 我突然吧 觉得心里不大踏实 要不然 你陪我去看看 看看他把我画成什么样了 这是什么吗 这个 这是我吗 这明明是一头 你收了我的鸡皮 你怎么把我画得这么丑呢 你给的那些廉价的礼物 我把你画成这个样子 已经很对得起你了 这是谁啊 在家人子里 我怎么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姑娘 人家给了一亿金子 我当然得把它画成天仙一样 这是明马实将 你不知道吗 王元少 你太欺负人了你 你还我的鸡皮 你还我的鸡皮 我要撕了你这些 没有良心画的画 你这个疯丫头 你敢撕我的画 我要禀告公孙夫人 治你的罪 你闭嘴 我们才要告诉公孙夫人 你是怎么弃军网上的 到时候 我们拿着画像和真人一对比 看看到最后受惩罚的是谁 我的画 好意想 你 天哪 太坏了 这么坏的人 不休了 不休 不休了 不休了 阿元 不休了 阿元 你这是怎么了 你在跟谁生气呢 为了入选 他就给画师和浊水人送礼 谁知道被呛了一鼻子灰 随他去吧 发戏完了就好了 可是 发脾气又有什么用呢 那你说怎么办啊 你们长得都那么漂亮 万一你们都被选上了 把我一个人留下 我怎么办 选妃子又不是画师和浊水人说了算的 不是还有公孙夫人吗 公孙夫人 我哪能跟他说上话呀 他肯理我嘛 再说了 我一看见公孙夫人 我就吓得直哆嗦 我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你说我还弄他还干嘛呀 我 别想了 别想了 你现在扯了他 你以后会后悔的 你这个人做事情 怎么总是千言放弃呢 你们根本就不明白我 阿元 阿元 公孙夫人 我求你了 求你让我成为觐见太子妃的人选吧 我一定会让太子喜欢我的 我一定会安慰太子受伤的心的 求求你了 只有你能帮我 哪来的放肆丫头 你以为什么样的女人都能接近太子吗 我知道 我长得没她们好看 可是 我的身材绝对不比她们差 不行 不行 我给你看啊 她们都不知道 公孙夫人 我从来没有给她们看过 我只给你看 干什么 阿元 你疯了 你这是干什么 快 公孙夫人 事已至此 我只能按照规矩 去将你住宿宫去 你回家好好闭门思过 公孙夫人 阿元是要不公事 所有的罪过都是我的 请你饶恕阿元吗 公孙夫人 不是的 不是的 公孙夫人 都怪我 都怪我 无力冒犯你的人是我 破坏规矩 破坏规矩的人也是我 夫人 求你了 你可千万不要怪罪正军 要罚就罚我吧 行了 做错事 在痛哭流涕有什么用啊 这个世上没有后悔药吃的 所谓宫廷 就是法度森严的地方 如果可以任由心性 自以妄为 还有什么神圣可言呢 夫人圣安 我给你个机会 让你证明你向我说过的话 剩下的就得看你自己的 希望我没看错人 张继瑜夫人推荐的是 庭方阁的家人子富瑶 虽然他出身贫贱 但是人才出众 善于歌舞 又精通音律 这正是太子的爱好 所以说 家人子富瑶 是最合适的人选 后宫霸区 人选已定 皇后殿下那边 皇后殿下非常关心太子的婚事 所以这次 特别推荐了两名 他们是庭方阁的家人子 王正军和冯元 太子妃的地位非同一般 财貌固然重要 但人格品行更是关键 因为他将要辅佐照顾的是未来的人均 太好了 入选了 再也不用做佳人子了 再也不用做佳人子啊 真的吗 正军 正军啊 你来你来你来 你快抢我一下 抢我一下啊 我真的不是在做梦啊 我还以为我入选不了呢 不是你能行的 你就一定能行的 哈哈哈 哎呀坏了 我的鸡皮呢 我把鸡皮给剪了 这可怎么办啊 那怎么办啊 来不及了 我现在作业来不及了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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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哈哈哈 正军 你帮我补的吗 嗯 以后别再这样忙忙躁躁的了 嗯 知道了 正军 嗯 你这是我的好朋友 哈哈哈 只有你这样的朋友 这是我一辈子的福费 哈哈哈 哈哈哈 阿勇 嗯 嗯 阿云 哎 就贺你啊 不过现在说成功还言之过早 我们只不过得到了 金剑太子的机会而已 啊 我好不容易入选啊 高兴高兴还不行啊 一定破误了凉水 有句话不是得及生悲吗 我是好心提醒你的 谁说过话呀 你们两个都少说几句吧 你看 赵金在那里一句话都没说呢 哎呀 我们四个 唯独他一个人没有入选 他是不是特别难过啊 肯定的 嗯 教军啊 嗯 你要是特别难过的话 就哭一哭吧 哭出来就好了 嗯 教军啊 你要是很伤心的话 也不要想不开做啥事啊 人可有志嘛 既然我没有当太子妃的命 那么老天爷一定对我另有安排 我没有什么想不通的 与其无精打采的过日子 倒不如此得其乐 嗯 吃不吃啊 我才不吃呢 你也少吃点 哇 哇 郑君 嗯 嗯 这块凌文软起 好精致啊 哇 你修的朱鱼原文 怎么比别人的整齐漂亮呢 郑君 你的手也是十个指头 我的手也是十个手指头 我的手也是十个手指头 怎么那么不一样啊 嘿嘿 哎 诺鱼原文 把它修在枕筋上 因为朱鱼原文能赶走邪气 带来好悦啊 嗯 听说太子现在忧思过甚 我希望 他有了这块枕筋以后 能够安寝入眠 嗯 你的心思还真是周全啊 这样的话 太子殿下想不注意你都难了 嗯 嗯 我怎么 怎么吃都不饱啊 不行 不能再吃了 我要是在这儿吃下去 肯定会吃成一个大胖子的 我可不希望太子将来见到的服务员 是个胖丫头 她肯定会不喜欢我的 对吧 郑君 嗯 请你给我帮帮忙 你帮我把这个冰尔盒 好好的保管起来 千万不能再给我吃 行吗 那好吧 那就先放在我这儿吧 嗯 你想吃的时候再给我要 不不不不 我再也不吃了 我坚决不吃了 我现在啊 李皇后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李皇后 不是 还有几步之遥呢 我一定要坚持 你干吗 好累吗 哥哥 只要很高的 我请便是 真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平身 你做的香囊非常不错 在所有的香囊里 这是我最喜欢的 谢太子 请用 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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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的月亮 好漂亮啊 从入宫以后 日子过得很没意思 我已经好久没有这么看过月亮了 每天闭上眼睛 再睁开眼睛 又是新的一天了 因为每天劳作得很辛苦 所以 也不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嗯 其实我小的时候啊 就发誓 将来 一定要住进宫里来 过富丽堂皇的日子 你呢 郑军 我当初进宫 完全是因为我的父亲 后来 我碰到了你们这些朋友 所以 我现在不觉得很孤单了 嗯 郑军啊 嗯 那天在公孙夫人呢 真的太谢谢你了 哎 你比我勇敢 也比我聪明 这个世界上 也许正是因为 有你这么聪明能干的人 才有我这么没用的人 老闯祸 可咱们俩居然能成为好朋友 真是太神奇了 哎 也不知道 明天会怎么样 到底谁会成为真正的太子妃 不值得 嗯 虽然咱们两个 是好朋友 可也免不了要一争高下 这个世界 怎么那么残忍啊 嗯 嗯 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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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